6月20日,在仰光达格达镇区的一家民居中做保姆的,来自孟邦的17岁女孩,从她的雇主的房间里面摔下了楼,楼层为四楼,幸运的是这位女孩摔下来后还活着, 她的父亲在得知此事之后,将女儿送到医院治疗,之后,父亲经过对女儿的询问后得知,她的雇主,一位七十多岁的男子,当屋子里面只有他们两人时,这位男子便要求这位年轻的女保姆为男子按摩,但是小女孩称自己身体不好,不能为其按摩,而拒绝了男子,之后,男雇主便将女孩叫到房子后面的厨房,将其放倒, 试图对其进行强奸,女孩奋力反抗,此时男子说道,你不是身体不好吗,我不给你药喝,我要给你毒药喝,说完,于是就从洗衣机旁边的抽屉里面,拿出一瓶黄色的药水,之后,男雇主就向女子的嘴中挂毒药, 女子在反抗过程中,走到了窗户边,男子就突然将其从窗子推下了楼,按照女儿的说法,父亲对这位男雇主提起了诉讼,打格打警局,以试图杀人罪,下毒罪和试图强奸罪等罪项,对其进行立案 对其进行立案